机车直直骑在路上 却有白衣男子突然从路边助跑冲过来 骑士急按喇叭把车头往左带 但回头看到这画面更是吓人 白衣男子当时不只是冲出来 根本是整个人呈跳水姿势 扑向路中拦车 害骑士差一点就要撞上 回忆当时情况惊魂未定 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从 看到我这边这台车 他就直接冲出来 因为边跑边叫这样子冲出来 然后又伸手要抓人 差点抓到我后座的那个乘客 不知道他到底是喝酒醉还是怎么样 蛮怕的 因为其实我也是住在那附近 也不知道说他到底会不会突然 把我们比较多人的地方跑去来乱 事发就在4号晚上8点多 桃园平镇中心路上一家小吃店附近 但铺车怪客动机到底为何 实际上门询问 老板娘无奈表示 影片中乱冲的男子其实是常客 当天他甚至募集吵架全程 而男子脱续行径除了下人 甚至可能涉及违反刑法强制罪 和道交条例行人不一规定 擅自穿越车道 可处心台币500元 喝醉吵架 负气冲到路中 危及自己与其他用路人安全 还很吓人 最终除了可能吃上罚则 还可能从小吃店常客 变成拒绝往来户 东西新闻消化民 汪捷宁 林衡荣 桃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桃园报导